在欧洲的东北部 西起聂伯河 东到乌拉尔山脉 南自奥卡河 北达白海的这一片茫茫草原 和丛林覆盖的平川上 是一片没有天然屏障的土地 它遭受过无数次 各种游牧民族来来去去 彼此征战的历史痕迹 包括了东面的佩谦尼格人 达旦人和许多别的民族 北面和西面的瓦朗基安人 以及瑞典人等等 还有近代史上的法国人跟德国人 这样的历史足以解释 千百年来 俄国人为什么那样热爱他们占有的土地 也足以解释 十六世纪的时候 历代的沙皇 为什么处心积虑地 将领土扩张成欧洲 扶元最大的俄罗斯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